2023年,我国中产阶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和资金外溢的趋势日益显现,中产阶级的7000万人群体在担心的不仅仅是保住他们的收入,更是担忧跌落神坛,失去曾经的辛苦奋斗成果。 曾经享受着好时代红利的中产阶级,如今面对诸多困境,其中包括教培行业的打压和取缔导致鸡娃潮的减弱,房产贬值的可能性,以及儿童教育焦虑的加剧。 在这个新的现实中,中产家庭不仅需要守住自己的经济地位,还要面对下一代中产子女的教育压力。 同时,中产家庭投资渠道有限,对于房地产贬值的风险尤为敏感。 对于80后,90后这一代中产来说,他们曾是时代的得利者,但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新时代的挑战,从教育,事业到房产,一系列问题让中产阶级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 中产阶级的焦虑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指出,中产焦虑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首先,学历不再是通向成功的引钥匙,民营经济的不景气影响了人们对学历的重视。 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但通往成功的路径似乎变得越发狭窄,导致了中产家庭对教育,事业和财富的焦虑感进一步加剧。 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下降,而考工人数再创新高,这一现象反映出中产家庭对民营经济带来的机遇的期望正在减弱。 与此同时,中产家庭的子女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竞争,学历不再是绝对的优势,而是需要更多实际能力和实践经验。 这使得中产家庭在教育和事业规划上感到更加迷茫和焦虑。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事业、财富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大困扰。 焦虑感不仅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扩展至整个社会结构,成为中产阶级面临的一种结构性挑战。 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社会的正面积极推动力量也逐渐凸显。 中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社会的中间力量,而且其相对较高的知识体量和储备使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转型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相对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凸显。 这一分话不仅仅表现在中产群体的人数相对较少,更在于城市分布上的不均衡,呈现出一二线城市与四五线城市的明显分离感。 这种城市之间的差异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同时也反映在社会竞争和人际关系的差异中。 中产阶级在一二线城市更加注重竞争,而在小城市则更强调人情。 这一分话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使得中产阶级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此外,中产阶级对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关注日益增加,他们渴望在社会体系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承认。 从个人焦虑逐渐扩展至社会焦虑,中产阶级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社会的整体状况,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这表明,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具有更为理性的思考和高度的社会参与性。 因此,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扩大应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有望推动社会向更为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焦虑问题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挑战。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产阶级的焦虑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困扰,成为社会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议题。 这种焦虑感并非仅仅源于个体层面,更扩展至整个社会结构,反映出阶层固化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 中产阶级既害怕向下流动,又在于向上流动通道的狭窄或关闭。 社会流动性的丧失可能主要出现在底层群体,使得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路径日益狭窄。 过去的机会通道,如考学、婚姻、当兵等逐渐减少,这一现象使得中产家庭在教育、事业和生活规划上感到更为焦虑。 这一困境同时影响到了中产家庭对未来的长期预期,特别是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由于缺乏稳定的预期,中产阶级感到自身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无法预判,进而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 焦虑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不确定性,例如养老金、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与相对成熟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社会的保障体系尚不够完善,导致中产阶级在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下仍然感到不安全感。 因此,中产阶级焦虑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这种焦虑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 正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洪涛所言,今天大多数人处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住房、医疗、教育。 以我今天的收入,买我现有的住房,都要不吃不喝,至少得干25年,人一生,能工作多少年。 这种社会困境使得中产阶级不仅关注个体问题,更开始反思社会体制,提出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质疑。 中产阶级的消亡不仅仅是人数减少的问题,更是一种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参与和思考将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 因此,面对中产阶级的困境,社会应当思考如何构建更加公平、稳定的社会体系,以激发中产阶级的发展活力,推动社会朝着更为现代化和健康的方向发展。